而北京的冬季奥运即将在71天之后开幕 以美国为主的多国考虑采取外交抵制 那么上个星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正在考虑要采取外交抵制 那么澳洲 加拿大 英国也都表示还在考虑当中 但对于最后的决定目前还没有松口 而根据雪梨的先驱晨报报导指出 澳洲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但要先等拜登政府决定 那么另外英国方面则还没有采取行动 但是保守党的议员史密斯针对新疆 西藏 香港 台湾等议题 认为应该要尽速辩论是不是要抵制 而英国的下议院的领袖则回复 说运动员是不是要出席 将会由英国的奥委会来进行决定 那么至于立陶宛外长则表示 欧盟跟跨大西洋伙伴 应该在抵制东奥上面有某种程度的合作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甘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